每年有五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会经历心理健康问题 估计大约有45%的澳洲人在他们生活的某个阶段经历过心理问题 抑郁和焦虑是最常见的精神健康障碍 它影响着澳大利亚和世界各地的人 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身体症状 如睡眠问题 食欲不振 体重减轻或增加 头疼 肌肉疼痛 疲劳 焦虑症是系列精神健康障碍 成年人中最常见的一种是广泛性焦虑障碍 它是超过普通的恐慌 它是人们不能禁止恐慌 到一程当时他们开始闭闭 他们开始在心里 他们开始在想起什么事 和状态的想法 他们会担心家 朋友 未来 还有这些症状 包括有些症状 包括有些聚焦虑 有些聚焦虑 有些疾病 但它也担心 有些疾病 所以当他们开始担心 尽管任何人都有可能出现这些症状 重要的是要知道什么时候寻求帮助 是它会影响 你的日子 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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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庭的关系 是否有很大的时间 像至少几个星期 我们全都能够悲惊 尤其是在这些疫情时期 可能不一定会有健康的状态 是否会影响所有的一部分 是否有没有什么 这些是我们在看待的警告 尽早获得帮助 能为任何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 带来不同 人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自己预防忧郁与焦虑 如保持良好的作息时间 获得足够的睡眠 经常运动 不饮酒过度 与朋友和家人保持联络 培养一种爱好 或重新开始原有的爱好 如果您需要心理健康方面的帮助 可以致电生命热线131114 或致电Beyond Blue 1300 224 636 拥抱多元文化心理健康 支持多元文化和不同语言背景的人士 紧急情况请拨打000 补免 数据 军 辩计 其道 混音 字幕志愿 标准 字幕志愿